哈喽大家好,我是阿桑 之前国外大神艾伦·拜克尔 他不是做了一期史上最难的动画 关于数学的《火柴人大战》吗 他一下子就震撼了整个数学界和动画界 结果呢,前一段时间他又做了一期 关于物理的《火柴人科幻悬疑》动画 我个人感觉啊,比之前数学那一期动画更难 但是故事性更强了 尤其是在后面那一段啊 我敢说《直接封神》 因为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动画了 里面充满了各种哲学和思想的碰撞 于是呢,我在结合了国外大神的讲解和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啊 尽可能的以我自己的理解 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部史上最难动画的第二部 为了不打断原本视频的流畅性 我会在视频的下面放上一些说明 有错误的地方也欢迎大家评论指出啊 然后呢,在最后我会去讲一下 这部动画为什么可以封神 废话不多说,咱们呢 看动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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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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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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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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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